因為下雨以後 它感應器在這 當儀器偵測到水滴 就會自動打開集水口上蓋 及時監測雨水酸鹼值 板橋側站去年7月26號 測得PH值3.1 這酸度等同於檸檬水 即將進入雨季 但滴滴答答的雨水 PH值都偏酸 甚至就像番茄汁 雨水PH值小於5就是酸雨 目前全台灣共有14個側站 去年酸雨最強的地方 落在新竹PH4.71 酸雨機率85% 而中立排第二PH4.83 而全年平均PH值5.31 北部側站4.71到5.2 低於全台軍值 但外界好奇 中南部空污嚴重 卻沒登上酸雨榜 環保署也解釋 可能是當地污染物偏碱性 酸碱中和的結果 皮膚科醫師提醒 酸雨會刺激頭皮和皮膚 如果PH值低於4 更可能讓皮膚老化 或者增加突頭掉髮風險 如果不得已淋雨 回去要馬上洗頭 而有鑑於酸雨對人體 多少造成傷害 環保署也表示 不排除增加酸雨警示 預計最快明年上路 謝謝楊青豪 我們今天回到台北報導 下一個人文化財尺 超高關的